我们缺乏宣传 我经常讲那些 学生会不能 自己的中国人都不能介绍 我在这些大学的最主要的电影馆 和在卢卡斯和卢卡斯 我在那个地方是第一个 外面不是卢卡斯的人 外面的人提着带着自己的影片 应要在里面放影片的 我是第一个人 我当时在这些地方 去放映我们中国前辈的动画 我真的是累下 放在三个和尚的时候 你想到阿达已经不在了 我第一次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 来不断的放映 然后想到特伟先生已经 90岁了 我可以放了那个山水情的 打的泼墨 在那种美国最主要大学的剧场里面 在梦工厂的那个剧场里面 放了他们那种山水情的 一缕骨针弹起来 真的是累下 特别特别想给他们打电话 在美国 真是 我会讲 放了什么样的影片 会怎么样介绍电影学院的学生的作品 然后跟他们学生做交流 然后怎么去介绍中国的艺术 总有后来的人再继续跟上去 我得让他们知道 跟我们那时候比起来 队伍大大的壮大 学生的能力大大的 提高太多 在这边 我和哥哥 生活在美丽的商务里 我们每天开心快乐 无忧无虑 只有一件事我那么明白 哥哥为什么不让我碰那本神奇的书 其中究竟有什么 我ären老师 我讨厌你 因为平板很 мол导 我讨厌你 那没气 我讨厌你 走吧 我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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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厌你 老鼠 咋死你狗子